全能神经典话语 也是神兴起的做人性配合工作的人 有了这样一个能做人性配合工作的人 神对人所要求的圣灵在人中间所要做的工作 就更多的借着这个被神使用的人来完成了 可以这样说 神使用这个人的目的 是为了所有跟随神的人 能更好地明白神的心意 更多地达到神的要求 因为人都不能直接明白神的言语或神的心意 所以神就兴起一个被使用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 被神使用的人 也可以说成是神带领人的一个媒介 是神与人之间沟通的翻译官 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人不同于任何一个在神家做工人或做使徒的人 同样都可说成是侍奉神的人 但被神使用的人 但被神使用的人与其他工人或使徒 在工作实质与个人被使用的背景上有着很大的区别 从工作实质与个人被使用的背景上来说 被神使用的人是神兴起的 是神为自己的工作而预备的 是配合神自己做工的 他的工作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替代的 是神性做工的同时必不可少的人性配合的工作 而其他的工人或使徒做的工作 只是在传达落实每个时期 对教会的诸多方面的安排 或者是做维护教会生活的 一些简单的生命供应的工作 这些工人或者使徒 不是被神指定的 更称不上是圣灵使用的人 这些人都是在教会中选拔出来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训练 合用地继续留用 不合用地打发回原处 因着这些人都是在教会中选拔出来的 所以有一些人做了带领以后显了原形 有的人甚至做了许多坏事 结果被淘汰了 而被神使用的人 是神所预备的具备一定素质 有人性的人 是圣灵提早预备成全的 完全是圣灵带领 尤其在做工方面 更是圣灵支配 圣灵掌管 所以在带领神选民的路上 不会有偏差 因为神必定会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 无论何时 他都在做着自己的工作 如果神来在肉身 只做在神性里的工作 没有几个合神心意的人 来与其配合 人都不会明白神的心意 人也没法跟神接触 只有借着正常的合神心意的人 来完善这个工作 看顾牧养众教会 达到人的思维 人的大脑所能想象到的程度 就是说 让神在神性里的工作 借着几个合神心意的人 翻译出来 能解开 就是把神性的语言 变成人性的语言 让人都理解 都明白 若不这样做 人都不能明白 神在神性里的语言 因为合神心意的人 毕竟还是少数 人的领受能力又差 所以说 神在道成肉身做工的时候 才采用这种方式 若只有神性做工 人没法认识神 也没法跟神接触 因为人都不懂得神的语言 借着合神心意的人 把这些话都说透 人才能明白 但是 如果只有合神心意的人 在人性里做工 那只能维持人的正常生活 但不能变化人的性情 神的工作 也不能有新的起点 只能是老调重唱 老生常谈 只有借着道成在肉身的神 把该说的话 该做的工 在肉身阶段做完 以后的人 再围绕他说的话 去做工 经历 这样 人的生命性情 才能变化 才能随着时代走 在神性里做工 是代表神 但在人性里做工 就是神使用 就是说 道成肉身的神 与被神使用的人 在实质上并不相同 道成肉身的神 能做神性的工作 但被神使用的人 不能做神性的工作 在每一个时代的开端 神的灵都亲自说话 开始新的时代 把人带入新的起点 在他说话结束以后 就是神在神性里的工作 结束了 以后 人都随着被神使用的人的带领 进入生命经历 同样 这一步 也是神把人带入新的时代 让人都有了新的起点 这时 神在肉身之中的工作 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